這個等於是第八、第九次上課,那當然上個禮拜的重點也是一樣,那把它稍微這個回顧一下 那首先的話呢,第一個就是那個,我們上個禮拜主要是處理一件事啦,就是將來如果你遇到類似像那個Jason這種API這個格式的檔案的話 那第一個當然要怎麼樣呢,可以把它這個取得,從網路上取得,之後的話還有解析啦 那Jason的那個格式的特性,基本上就是大概比較重要就是那個大瓜弧,大瓜弧的話有Key跟Value,那還有中瓜弧,OK 那當然不是表格型態,可是如果今天呢,我希望把它變成一個表格的一個資料,然後並且可以幫我匯入到Excel的話,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那當然,我們上個剛才提到啦,就是說新的版本,2019以後的版本,它有內建功能是直接可以存取那個Jason格式的 但是呢,如果你假設你版本不是最新的話,那當然呢,你可能要用其他的方式 那上個禮拜我有提到,我是覺得有一個方法是相對是簡單的 但是這個方法變成說,你第一個,你可能要先把那個,有一個module,一個模組先匯入進來 那第二個的話呢,還要引用那個,引用一個叫什麼,Minosaur的一個叫Screen Long Time 等一下兩個東西,我們先做設定,然後呢,它裡面就有一個這個解析的這個方法 直接可以幫我把那個Jason的資料,轉換到底是有 其實如果前面設定OK之後的話,那後面只要按照他們的相對關係 其實你就可以把Jason格式,快速的把它轉成表格 所以上個禮拜基本上,都在練習這些東西 所以上個禮拜的資料OK,那這邊的話,你們其實第一個當然可以參考你們這樣白板上面的 第一個單元的Jason,一至二啦,OK,Jason裡面 然後呢,當然,首先呢,下面其實有稍微說明一下Jason格式啦 其他的話就是,Jason格式長的樣子 其實最重要我們是要取得這個recourse裡面的資料 然後呢,當然呢,比較重要的你可以利用那個像那個,就像Editor的這個工具啦 這個工具不用安裝,直接線上就有了 但是它可能,做的動作可能有點瑣碎啦 如果細節物分不太清楚,可以再稍微看一下 主要是貼的時候是可以用文字,轉的時候可以用Tree 不過這個版本可能是比較舊的,它這個叫Core啦,不過意思是一樣的 然後取得我要的這個物件,大瓜府裡面的這個recourse 再來的話就把它轉換成那個Jason 所以呢,這個相關聯繫的話呢,當然第一個 我們先需要什麼,先把這個模組先匯入,OK,第一步啦 匯入的話按右鍵這邊其實有個匯入有沒有 然後把這個Jason Converter把它匯入進來 那第二件事的話,記得就是設定引用項目的話 這個東西一定要引用,OK 所以這兩個其實做了之後應該就OK了 這個,這個是第一個步驟 這個是第二個步驟 OK,然後這兩個有了之後的話,其實後面就簡單 再來的話呢,用那個雲端上面會有放的那個,那個程式 那個程式其實基本上呢,就可以直接怎麼樣 把那個大概改幾個地方,其實就OK了 包含就是說呢,我看一下,這是這個 就是呢,第一個呢,你會發現我放在雲端上面的這一段SAP程式 其實可以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的話,就是說呢,我要把那個資料 從那個網路上把它抓下來 那抓下來的話呢,我必須透過有一個一個物件 一個物件,然後 xmlhttp物件 其實最重要的是,利用它的一個方法 叫open OK,那主要是後面這邊給它網址 所以你把那個Jason網址給它 然後呢,它會 送出去給它之後的話,它會回給你一個什麼呢 一個叫response text的一個 一個屬性 這個屬性裡面的話,就是意思 把那個網路上的Jason檔案呢 全部都丟回來給你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我們再利用那個 就是這一個 Jason Convert裡面的一個方法 叫什麼? pass Jason OK,利用它 那幫我呢,去解析 網路上抓下來的這個文字 裡面就是Jason 把它呢,轉換成一個物件 叫Jason的物件 OK OK,所以喔 這個前面 前面上半部的話 其實是 把那個什麼 把 資料從網路上抓下來 OK 然後呢 抓下來的話是一個文字 叫response text 那 主要是透過方法呢 把它轉換成物件 這個是 上半段 那下半段的話 實際上是做什麼 其實就是 再增加欄位名稱 所以喔 我先把它弄一下 有沒有 這個資料已經下來了 放在Jason這個物件裡面 好 那下半段的話 實際上就是 增加欄位名稱 然後把資料呢 從 從那個Jason 把它解析啦 反正因為它裡面 一定有key 所以哪個key 就是recourse 如果大瓜糊的話 記得有 把它加一個它的ID 然後 後面的話 就是它的 哪個欄位項目 就是它的key 它的key 總共有五個 然後分別放在A到E欄 OK 所以喔 底下的話 執行一下 底下的話 就是把所有資料 通通抓下來 藍位名稱 所以底下這個的話 實際上 就是 這個 這個部分 是 藍位名稱 那底下這個部分 底下這些 就是跑皮圈 有沒有 這一段 然後 i-2的話 實際上就從第二列開始放 有沒有 然後呢 總共有A到E 所以A到E 剛剛好 有沒有 這個就是它裡面的key 有沒有 總共 看了幾個key 你就抓幾個 然後最後的話 當然 資料抓下來之後 藍框可能會 稍微把它調整一下 所以最後 Auto Fit之後的話 最後有個Messie Box 就Complete 這個 其實這行把它刪掉 無所謂 因為它其實 主要就是跳出那個 一個 一個 這個 一個小小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視窗 其實不用沒關係 好 那上個禮拜 其實重點應該就是在這個地方 OK 所以呢 我是建議 各位可以找一下 那個其他的相關資料 比如說你看 像這個資料 要練習的話 網路上其實還蠻多的 主要是可以從那個什麼 從我們的那個 那個P2.5 這個 這個範圍裡面 可以把它延伸 底下的話 你們可以 再去找那個 我看 PN25 這個範圍 那其實你 假設練習的話 其實還蠻多可以練習 底下 那因為它這個是CSV JASM 跟XM 三個都有 OK 那我們底下其實 如果你要練習的話 你會發現這邊還有一堆 有沒有 相關資料集 或者是你再去找一下 資料集裡面JASM 其實你說要換的話 比如說 底下 像這個好了 應用 應回收 廢棄物業者資料 我看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這一樣 它裡面一樣會有 那個JASM的格式 而且它裡面 像這個的資料的話 就是 總共的話 有幾個欄位 它這邊會說明 一二三四五 六個欄位 對不對 然後呢 它的資料的話在這裡 有沒有這個JASM OK 長這樣 不過你會發現 應該都是 那個 應該是 現在叫環保 以前叫環保署 現在應該叫 應該叫 好像升格了 環保布 OK 然後呢 這個裡面的話 其實你假設 我們換 換一個資料好了 不對 因為是同樣的資料 所以你會發現 格式長得都差不多 所以你點它有沒有 看起來其實都差不多 當然 一樣可以把 把這個資料 怎麼樣 可以貼到JASM的分析 不過好像不分析 應該也大概知道 因為你會發現 它這個資料好像 長得幾乎跟 那個PM25G模一樣 差別只是說呢 PM25只有五個欄位 那這個的話 總共有幾個欄位 一二三六個欄位 OK 而且 它最後這個 這個好像 這什麼 ITER NAME 這個資料有點多 那如果假設 我希望把這個JASM格式 的資料抓下來的話 那當然其實只要改幾個地方 都OK的 比如說第一個 其實你可以拿這個 當範本 把它複製貼一個 貼到下面 如果我假設要換一個 這個應該叫 英收 英回收 叫英回收 好了 OK 比如說我把這個 剛剛的那個SUB 把它稍微換一下 也許這個 貼過來之後 加一個底線好了 加一個名稱 反正名稱 不能跟上面一模一樣 那其實你只要改幾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 它的那個網址 所以你可以把 上面的這個網址 有沒有 直接把它複製 然後呢 就直接貼哪裡 貼這個 get後面這邊 這個 我把它稍微 刪除的話 就刪 刪掉這些 反正呢 就是get 後面這個參數的話 就是把剛剛的那個 網址貼過來 那它就會把那個 剛剛你看到的那個 那個 jason 資料抓到 叫 response test 那如果你要解析的話 當然一樣 這反正一個 一個 一個看的道理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你就可以把這個 什麼 這邊總共有幾個欄位 不過它好像有六個欄位 當然我們不見得 一定要六個欄位 全部都要 比如說你可能只要前五個的話 那你分別把這幾個 有沒有 中文名稱呢 就把它放到 放到這邊 底下的這個 就是它欄位的名稱 那底下的這個 recourse 一模一樣 所以接下來就是 把這個名稱改一下 那其實資料就下來了 OK 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先把那個 上個禮拜 就下載那個jason部分 複習一下 然後呢 底下其實有其他的相關的 有沒有相關的資料期 然後我這邊找一個 就是要回收 反正這邊有相關的 葉子資料 如果你需要這些資料的話 那當然點擊進去之後 你可以看到 反正相關的第一個 一定是欄位說明 再來它會提供給你 Jason的一個路徑 我們將來就是怎麼樣 直接拿我們之前的那個 sub 其實你可以把它當成範本 那修改的話 大概原則上 就修改幾個地方 包含就是它的網址 把它重新貼上去 然後再來就是它欄位名稱 可能就是自己再把它貼上去 那因為原來是 五個欄位 那多一個欄位 就加個F1 等於什麼 然後底下的話 就是把它的那個名稱 分別把它放 這個名稱基本上 其實就是指的 就是這個點擊進來 它裡面的那個recourse recourse這邊 底下的這個 所以總共有 1 2 3 4 5 6 那當然你可以把這六個 分別把它貼過去 那貼的位置的話 記得啦 記得不要做錯 基本上應該就ok了 反正一個蘿蔔一個坑的道理 那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呢 我就已經完成了 完成之後的話呢 就可以把它run一下 run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正義員啦 pn2.5的資料 然後 我這邊設個中段點好了 第一步當然 他就先 先跑跑看 如果假設你 這個這一行錯的話 表示這個上面的網址 應該是有打錯啦 只要網址不要錯 send應該ok 所以 我這邊停一下 那如果這一行過的話呢 那表示 那個 server那邊 他已經丟那個 剛剛 網路上面的那個資料 給你哪個資料 就這個資料 那這個資料 他已經被我 轉換到 這個jason的一個物件 ok 然後呢 接下來的話呢 再給他什麼 給他欄位名稱 所以 欄位名稱分別放上去 總共有六個欄位嘛 所以六個欄位 欄位名稱放上去了 ok 這邊有了 六個 欸 F欄怎麼太寬了 ok 等一下自動調整 好了 那再來的話 就是分別把資料 給抓下來 那資料的話呢 因為呢 放在那個recode 這個 這個jason實際上 這個物件 那我要取得它底下的那一層 叫recode 使的一個 一個key 裡面的資料 齁 再分別把它裡面的資料呢 一個一個的取出來 齁 所以一樣嘛 這邊一個一個取出來 欸 看起來好像滿ok的 齁 不過我是建議啦 你可以設中斷 然後配合F8齁 齁 租一個租一個 先看一下 欸有沒有抓到 那假如說呢 你其中一個抓 欸發現奇怪了 怎麼抓不到 或者是說 抓不來的東西是空的 那可能就是說 你這個名稱 應該是有打錯啦 所以你可以怎麼辦呢 你可以再檢查一下 重貼一下 然後呢 再讓它倒車跑跑看 比如說你可能跑 跑這個地方 自打錯 或者有時候 貼的時候 我發現同學 最常出現 抽一個貼的時候 可能就是貼了一些 那個空白 那空白把它拿掉 應該就ok了 那底下都一樣 所以把它執行 ok 這樣就全部ok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資料還滿完整的 我把它Ctrl向下 看一下 Ctrl向下的話呢 那基本上有625 加這個資源回收的地址 ok 然後呢 位置的話 基本上它也有地址 然後還有那個什麼 儲存地址 事業地址 這個應該是登記的地方吧 然後儲存 這應該是它 收一些回收物的地方 ok 那當然 你也可以找一下 看有沒有在 比如說你剛好有一些東西 要回收 你可以再看 離體家比較近的地方 比如說你可以找一下 新北 新北市的話 這邊其實可以再收一下 一般如果你要查詢的話 其實你用篩選 這邊上面再加一個篩選 然後利用篩選 這邊加一個文字篩選 可以用包含 包含就有點像那個 關鍵字搜尋 那你可以找一下 比如說你可能你家裡在板橋 我看一下板橋 板橋 板橋附近有沒有 你就打一個板橋 他就會幫你把那個板橋 板橋附近沒有耶 還是我打錯了 我看一下 文字篩選 包含 然後 是應該沒打錯吧 板橋居然沒有 那附近還有哪裡 板橋隔壁是 塗層應該有 塗層我打一下 塗層 那你可以用包含的方式 其實就可以做 所謂的那個資料查詢 所以你現在下載了 因為如果你是決定 你沒辦法查 所以第一步 最簡單的方法 先把它轉成ESale 有了 塗層 塗層這兩個地方 有沒有 那就可以看 剛好你要有什麼 大型資料 都要回收的話 你可以跟他聯絡 這邊他還可以賣 他賣錢 你可以 那個 只有回收車 他等於就收走了 OK 好了 最後的話當然 你可以把它恢復一下 這個把它 筛選這邊 可以把它恢復 他又恢復了 所以以後 假設 如果 資料已經下載下來之後 如果要做查詢的話 那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筛選 筛選的話 就是利用那個 像如果是文字的話 你可以用文字筛選 然後包含的話 就是 反正只要哪個關鍵字出現 他就會幫你把那個資料 給顯示出來 那其實 找資料就蠻方便的 OK 所以 其他的話 如果你們還有時間 我是建議 蠻推薦 其實相關的 練習還蠻多的 PL2.5的部分 其實這上面 好 那今天 我們接著 繼續要 我想 Jason大概就先 先在這邊先 到一個段落 再來的話 我們今天 就要繼續再來看 XML 所以請各位 待會再幫我看一下 能不能抓取 XML 這個格式 XML 其實這個格式 其實說真的 它長的其實 又跟Jason 又完全不一樣 然後跟CSV 大家也一定不一樣 CSV 最簡單 逗點逗點 Enter 逗點逗點 然後 Jason的話 主要是大瓜虎 跟中瓜虎 那XML的話 它其實 長的又跟別人 又完美不一樣 所以 目前主要的 這個資料 型態的格式 大概不外乎 就這三種為主 當然你說 未來會有很多別的 當然有可能 不過其實 大體上 都是一定的 這個架構 然後 你可以看到 這個PM2.5 這邊有一個XML 那假如說 我們今天 要解析XML 那第一個 你要先知道XML長什麼樣子 所以第一個 你可以先檢視 有沒有 這個一樣是PM2.5的這個網址 OK 我想用一樣的 來 萊豬練習 可能會比較 大概 比較容易理解 那XML 點擊之後 這邊一樣 它有一個網址 不過你會發現 其實網址我發現 它其實就是 後面這個XML的參數不一樣 其他好像都一樣 你可以點擊它 不過點擊的話 我印象中 它是 它不是說 直接開 像Jerson一樣 而是 你點它之後 它會 跳到這個 下載的地方 就在這裡 有沒有 那你說老師 我要怎麼看到它 其實 我個人比較習慣的方法 是直接 一樣把它用瀏覽器打開 開的方式 跟那個 Jerson一樣 我個人比較習慣 因為我 不想裝太多的一些工具的話 開的方法就是這邊 箭頭點擊 這邊下載 然後呢 它這邊有一個資料夾 你可以在資料夾中顯示一下 OK 就跳出來了 那我的習慣是 會把這個檔案直接拖拉到瀏覽器 它會出現一個箭頭 可能就放開 有沒有看到 這跟上禮拜那個 Jerson一樣 好把它放開 它就出現了 那 當然你如果要開除了這個方法之外 你可以用 可以加加或什麼啦 不過我比較習慣 因為 已經在瀏覽器了 那你就直接瀏覽器打開就OK了 那它其實也是一個樹杖結構 它的樹杖結構大概是這樣 第一個 最外 最上面這個叫 Loot Loot 就是它的根 所以它的根的名稱叫這個 OK 這個是有點像第一層 那在下一層的話呢 展開之後 所以你會看到嗎 它有一個固定的規則 這個是開頭 這個是結尾 你會發現差在哪裡 有沒有 前面多一個斜線 所以 只要是這樣的一個 叫一個標籤 OK 這個叫標籤 所以標籤的話 一定是開頭 一定是小於符號 尾巴是大於符號 大概是這樣 我Ctrl加號 放大一下 Ctrl加號 OK 好 所以呢 有點像它就是一棵樹 一個Tree 一個樹 然後呢 我們將來怎麼抓裡面的資料呢 一樣呢 你把它展開 這邊有個箭頭 等一下 裡面的資料全部打開了 那一樣的話 下一層 下一層的話 就這一個 叫Data 那你會發現 Data一樣有個頭 有個尾 有沒有 然後呢 你Data已經在展開 裡面呢 就是它裡面放的資料了 所以它的欄位名稱 就是這個是第一欄 這個是第二欄 一之類的 所以總共一樣 總共五個欄位 所以它 一樣有個頭 一個尾 那我們要的就是這個標籤 裡面的文字 所以呢 其實它有點像是 三 有點像什麼 三層式的架構 反正這個就像爺爺 他爺爺 他爸爸 這個就小孩 小孩有五個 有沒有 這樣子一個一個 一層一層的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結構啊 所以如果假設 我們今天呢 要把這個資料一樣 解析到Excel 因為如果假設這個資料 你直接 不把它轉成Excel的話 那怎麼用啊 OK 你怎麼不可能用人工的方式 自己再慢慢C C C 不可能啦 所以要如何快速的 怎麼樣把這個資料 解析變成Excel 所以今天的重點 就是從Judson 改成Excel OK 那當然啦 如果比較新的版本 其實也有內建的功能 不過我是覺得 如果假設沒有 那沒關係 我們一樣可以用類似的方法 來解決 那解決的方法 第一個啊 請各位先把那個 試著把這個 雲碳白板上面的這個單元 等於E是3 Excel的部分 打開 稍微了解一下 Excel的優缺點 然後網址在這邊 試著把它打開看一下 那待會呢 我們就是要把資料給抓下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